3月28号星期四 我们刚才听的是梅艳芳的 《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我不知道发现为什么要找这首《下辈子》 就是说前世的 那也可以放《精细是何系》 但这首歌你可能不晓得 所以他写《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我们会觉得今天主题是要 《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很多人他的立志是 下辈子还要当女人 平易老师 我倒是没有想要立这样的志愿 平易老师的前世一直都在带队 一直都在带兵 这个很累了 他这辈子当女人比较舒服一点 欢迎我们大家最喜欢的 平易静人的老师 静人的太太平易老师 平易老师高铁商务来了 没有今天是做自由做 今天来不及 那这样子应该讲一下 就是说疫情期间老师也是搭高铁 对不对 就完全很好搭 最近高铁是不是很多人 平日也很多人 因为南部要到南部工作洽工的人变很多 对所以反而平日很多人 难怪我今天完全买不到票 因为今天中午有点事情 所以把高铁要往后演 往后演就没有票了 对啊 就是很多要去盖场的 要去设场的 都是走高铁沿线 大家很忙的 经济复苏了 就例如说以前太保的班次很少 现在可能太保就要停很多了 所以以后高铁会 那个暂停的列车会更多 对因为大家就想说 你现在的那个高科技 一定是要一日生活圈的话 一定要跟着高铁走 所以你就看一站一站嘛 新竹过来台中嘛 台中过来就嘉义 嘉义台南高雄嘛 还有一站还没有的 就往那两站走 苗栗也有啊 后龙也有啊 现在倒是要去那边买房子了 那边的地还没有被买完 等到大家都买好了就设场了 对对 老师给先去卡位 你就挑还有一站 那一站还没有买 我都想往山上跑了 我还跑去高铁站旁边 山上一定要的 山上就是往高处走 人往高处走 这句话千百年来不变的 不管是地球的转动 还是心理的志向 真的要人往高处走 所以老师你要到山上买一个 山房嘛 山房 残房 我是觉得可以买一块地 然后现在好像有一种房子 它是 移动屋 对那种 其实也盖得很好 可以移动 我觉得可以放着就好了 然后里面就三房两厅了 大家讲了一个重点 他说其实不是房子 重点是房子放在哪里 重点是它的侵袭地 至少要有块地 公屋很多人做了 是啊 重点是要有地 那块地很重要 好努力 设定目标 很多很多 我觉得南部很好 南部不错 真的我蛮喜欢南部的 南部 你就南部来的 北部真的有点阴晴不定 阴晴不定 天气吗还是 对啊就殷勤不定啊 因为我这次去看高雄小鸭展以后 我觉得高雄很棒 高雄的人很容易满足吧 对可是高雄好大 你看鸭子就很快了 还没看 我觉得高雄太大了 就我们习惯那种小范围的 九宫格的对不对 哇突然你们家那个是九十宫格 不知道去哪里 高雄好大 我们家左前方那一栋 精华的建筑 还有那个空房 应该你可以去买 快要盖好了 老师住那个美 美术馆特区 好像五十 一瓶五十起跳了吧 对 老师你是美术馆站吗 我是美术馆站 是啊是啊 就是轻轨对不对 对 因为我就是轻轨我可搭多了 你怎么没有下车跟我打个招呼一下 你去爬山吗 我去爬山 你不是去那个吗 上山采药吗 上山采药 好 今天很高兴老师 那个搭着自由的列车 有那个很多故事 一个多月 对 这次好像隔特别久 隔特别久 刚好一个月底一个月初 你要常来探新 我们才可以 每个月都来探新 对啊 就有什么大 有什么好事吗 这算好事啦 对啦 因为这也算善知识 你知道吗 就是228那个年假 我刚好就是我们去台中庙里 庄罗塞池慧塔 对对对 然后因为全家上去嘛 请恭敬的书附送 就我们家那个近人开车嘛 他都当司机 然后我就在旁边当贵妇嘛 然后就 你是副驾 对我是副驾 副驾 我就东张西望嘛 然后旁边就经过一台那个载租的车子 一堆都是租载嘛 贷载的 对应该是要载到那个屠宰厂 那我就看了一下 吓一跳 我就看到一个画面 是那个古代有没有 古代的那个达官 不是他们都会有门客 食客三千吗 有历佑梦长军的 我就看到他们的前世 是那些食客 那我有点惊讶 只不过吃人家饭就要变猪吗 后来我在 后来我探究了一下 其实不是说当食客 来世会变成同身道 而是有一些食客 他们其实是来找舞台的 来想要表现的 可是有一些食客 他其实是不仅是来蹭饭 他有可能还是来卧底 不怀好意的 所以说那 所以那个也没有三千 因为你那一车顶多在一百 三十吧 食客三千是形容词 应该是三千分之 对啊对啊 哇那都是男的 很惊讶 真的蛮惊讶的 是不是 因为他们 老师你还好厉害 你一看他的穿着 你就知道他曾经是 不是因为那个讯息 就是食客三千 给你的就是 讯息对 就是食客三千 那是春秋战国 对很早了 所以他们有可能 不是这一世才在出生道 有可能其实好几世了 好几世了 对不对 还在一直在出生道 有一些蛮久的 那一天真的也蛮选的 嗯就是说 好 我们工商服务一下 工商服务一下 我们现在有直播 大家可以来跟老师打招呼 嗨 老师那个高雄热吗 好热 爆热了吗 好大汗 你知道我在那个过年的时候 不是去看黄色小鸭嘛 也不是特别要去看黄色小鸭 是想说去高雄 看一下清鬼好玩的 我快被热昏了 好热我去寿山动物园的时候 我都看动物也在乘凉啦 我就想说 哇 其实寿山动物园很可爱 小小的 然后很好逛 但是真的没得躲 你知道吗 都是太阳 很热很热真的 而且大家都不会撑伞 但是帽子总要戴吧 我是带 我是把直接把伞拿起来的 就是不顾那个众人奇异的眼花 他看你撑伞 就知道你北部来的 我就觉得 你没那么热 因为你皮肤又白白的 不是他们不太撑伞 就是晒有什么关系 就晒啦 没错 但是晒反而更热啊 对 越晒越热啊 没得遮啊 然后板也会长出来 那倒没关系 可是很 很 很热 是 好 然后你知道吗 就车子啊 我不是还在惊讶吗 然后 这看得到老师的书 看得到 真的哦 看得到老师 来来我们先讲一下 这是老师两本巨著 透视零间 透视零间 一二 千九零老师的缘分 对对对 是啊 是啊 零间 透视零间 我当时第一本的时候 是 你的手还在 哦对对 然后第二本的时候 手打石膏 对 那时候 是石膏吗 还是贴着 那时候是在 骨折啊 我就看到你的手 你的手 你就说你的手不好翻书啊 哈哈哈哈哈哈 了解 没办法签名会啊 对 好 那你刚才 你说 接着后来 你就看到那一车 对不对 就是还在惊讶嘛 然后就是车子 是不是继续往前开 不到几台 又看到一台 是在机的车子 你是不是走错产业道路啊 我心里想说 我心里想说 我还跟我先生讲 我说今天怎么回事啊 一下子看到载机 租的一下子看到载机的 因为是早上吧 对 然后呢 那时候看到载机 回来了 回来了 从载机车开始 回来了 好 老师的那个高速 这个高速我们说 开车专心了 高速公路 不要乱看 我再副座 没有关系 然后又一台载机的 就是往前开不到 拆不到几台哦 接着就看到一台载机的车子 好 然后呢 我就 因为视线就是往前嘛 对 所以就是继续看着他们嘛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画面 嗯 那我也蛮惊讶的 就是那个画面就是 街头巷弄里面的 三姑六婆 哇 但是呢 是搬弄是非 天啊 鸡婆就对了 哈哈 然后就因为这样 绝舌根 就有一些不是纯粹绝舌根 是因为他们还搬弄是非 造谣 对 哇 所以我就觉得 哇太惊讶了 就是我在看着这一群 载机的车子的时候 就看到 一个画面就是 那个巷弄里面的 搬弄是非的 三姑六婆 我现在开始要戴口罩 戴口罩 我没要说 我现在开始 嗯嗯嗯嗯嗯嗯嗯 有时候讨论一点观点是OK 但是 他们是属于造谣的 就是搬弄是非的 对对对不对 有时候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对对这种不行 对 所以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我的第一本书是赵老大 赵老大就是来录音 然后帮我撰写的嘛 前面有一半是他协助的嘛 他当时赵老大有问过我一个问题 他说 他说 照口业 他说口业的业报很大嘛 我印象最深刻了 他问这个问题 对他问我这个问题 是因为有时候记者啦 或者是他们有可能会 会就是在写报导的时候 如果不够 不够 那个 怎么讲 不够 私律没有那么的 或是搜证不周 有可能会因为错误的言论 或报导 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赵老大是资深的新闻人嘛 对不对 但是当时我 其实我不认识他 是有一天早上四点多的时候 我的耳朵旁边 姚石金母告诉我 说你是去找赵老大 可是我不知道赵老大是谁 他住高雄 对 然后就在我们家附近 好像有开个餐厅 饺子馆 对对对 好巧啊 但是说真的 其实我后来回想 在那一件事的前几年 因为当时我有投资一个 茶饮连锁店 我在想那个文案该怎么写 然后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前面有一台乡行车 他后面有一行文 就写文字撰稿赵木松 那我就赶快抄下他的行动电话嘛 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去给他 然后呢 他赏门很大 然后很吵 他就开饺子馆 他就说那有空你再打电话 来我们再约吧 这样子 后来挂完之后 我就没有再打了嘛 就像是不是隔了两三年以后 那那时候要写书嘛 然后清晨就一个声音告诉我 你去找赵老大 后来我就 电话还在 没有我没有他电话 我不知道赵老大是赵木松 那时候不晓得 对对对对 后来我就谷歌嘛 谷歌之后才知道原来赵老大就是赵木松 但是他后来跟你写完这个前半二分之一 写到一半他就过世了啊 对那他有问你说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那个时候有一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录音录完了 然后他就问我一句说 那口 像有很多人 像名嘴啊 那一些啊 有时候讲的事情 如果不是事实 或者是因为这样 就是毁人明洁 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口业 对 那文昌帝君就叫我告诉他 就写下来嘛 写 就是心口不尽 性杀生 心口不尽 胜杀生 比杀生还 他的意思是说 心口造成的业比杀生的业报大 更大 对 因为你杀生是你对这一个被你杀的对象 可是心口不尽的业因为无远否见 传播力 对传播的力量很可怕 所以他说心口不尽 性杀生 你有如实跟他说吗 有啊 我写下来啊 后来我还写在我的书里面 那他 那他应该是会想这个可能也是 希望 希望那个得到一些 你知道吗 因为他心里可能有一些疑惑嘛 对 因为他看那么多的名嘴啊 然后电视上每一天政论节目啦 那么多 或者可能讲错的东西还来得及更正 对 还来得及矫正一下 是啊 对啊 而且其实我不是第一次看到就是 整车 就是他们可能前世是什么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美术馆走路的时候 那美术馆有时候如果你早上早点去走 有时候他那个两边因为都是草嘛 对 还有树嘛 所以有时候会有那个蜥蜴 还蛮长的 石龙子 对 他会跑过去 我最爱了 是这样 我超爱爬虫类 了解 好 可能我也心口不一胜 是还是 不会不会 就是石龙子 好可爱 然后 很大的 然后有一只很特别 我走过去的时候 然后呢 他本来从面前要走过去嘛 但是他竟然停下来 然后我看着他的时候 我叫了一个他的名字 天哪 我竟然叫了一个名字 小龙 那你叫他什么啦 我忘记名字了 叫 要看一下我的文章里面有写 然后 你知道吗 他还转头 转头看着我 你哪一只 知道我的名字 就在四目交接 他没有跑走哦 他就四目交接 定住 他就转头 我还把他拍下来 好神奇哦 我再把照片传给你看 我还把他拍下来 然后他转头看着我 我们四目交接的时候 认出对方 老师 你那个名字是脱口而出吗 对 我一看到他就叫他一个名字 那你那是哪一世认到他呢 就是在我前世的时候 有一次他是我们家里面的 应该讲用人 就是我们管家之类的 终于不是带兵的一个部下了 OK 对 但是后来是因为他没有弄好 然后 害死了人 所以 就是管家害到人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一辈子 就是变成了 就是 石龙子 我以为 就是 蜥蜴啊 蜥蜴很多种 然后就在那一个时间点 正好跟我相认 就这样 不是 那一刻你突然叫他的名字 这个是 对啊 哇 我也是很惊讶 然后 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时候常觉得说 其实人跟动物啊 其实也是有因缘要了 哦 你知道吗 我几年前有一次去到那个河南新乡 有一间笔干庙 笔干就是 笔干 笔干的叔叔 然后 就是掏心 掏心出来 死掉的那一个吗 对 笔干 剖心的 那笔干也是文采神 那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要去别的地方 可是他也算那附近的大庙 所以旅游行程就排了那里 是 那你知道吗 我一走进笔干庙的时候 我就听到猫叫声 但是那个猫啊 是真的猫 不是无形的猫 真的有一只猫 对 有一只猫在叫 然后笔干的庙是那个木庙合葬 就是说 他前面是庙 后面是他的墓 坟墓 那不就是一几古鸡 因为笔干已经是 千年前 千百年前了 对 他就是 他就是很久很久的庙 那个庙也算古鸡了 那我就一直听到猫叫声 后来拜拜拜完了嘛 然后我们就到旁边的梁亭 梁亭 梁亭 梁亭等一下回来 梁亭先不要讲哦 老师 OK 其实因为笔干是商朝的 冰商时期 所以等于他在河南出土 是吗 直播有人问说 如果法官误判 这会不会 嗯 业报业用 对对对 当然有 你以献人鱼 我待会要分享的 分享的故事就有 有一个来问事情的风有啊 他就是做官的 然后那个误判 他也不是误判 他是官官相互 他是不是现在在留言 他是官官相互 他是官官相互 哦 是 对 怎么啦 还好 要谨慎 要真的很谨慎 我跟你讲 写的 讲的 都是 你要都说公门好修行嘛 对啊 就是 欧阳修的 你的笔 你的嘴 对啊 就是会害人 欧阳修的爸爸不是 就是当官吗 他不是就说 求其生而不可得吗 哦 哎呀 老师你人是那个 春秋战国 不是 赵慕松 我们赵老大没有 不是 他是中广赵老大 但是新闻界的赵老大 是赵慕松 对啊 他开 好像在左营开脚子馆 开脚子馆 后来那脚子馆 现在还在不在 没有 他过世啦 他过世就没有了 对啊 对啊 后来他 但是我知道他会过世 当他过世差不多半年 我当时很惊讶 怎么那么快呢 我当时很惊讶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一次他 他来的时候 他就问我 他就都访问完嘛 他就问我说 他的那个脚的水肿啊 很严重 好像最近都没有消 后来他 其实他本来是不信鬼神的 是 但是呢 这样听着听着故事 好像觉得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而且他看我 看起来人还算正经 所以 他是在问吗 他相信我讲的话 好 先讲 现在要讲到 讲到猫 猫 猫在叫 好 那我们就 我们就一群人就 因为我们拜拜拜晚了嘛 我们就到旁边的凉亭 老师 你们是特别去比干墓 还是说刚好在河南 那个地方 对 是因为去河南 所以就顺便去比干庙 对 然后去比干庙嘛 然后就拜拜拜晚 那后面是他的墓嘛 那前面是庙嘛 然后我们从 我们没有去他的墓园啦 我们就是拜拜拜晚 就在庙里面的凉亭 然后就在那边喝茶 因为我们出门都会自己带随身的茶 茶具 泡茶 但是边泡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还是听到猫叫声 然后我就问我的 问近人说 你们刚进来 有没有听到猫叫声 那有人有听到 有人没有听到 但是近人他说 他有听到 真的有猫嘛 这个时候真的一只猫走过来 好 来了 他就 他就走进来 走到我面前 就走到我面前 阿花你在干嘛 然后你知道吗 没有叫阿花 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之后他转头就走了 哇 你知道我跟他讲什么吗 什么吗 忘忘 不是 我跟他讲 你到这一世可以宽放了 哇 你知道为什么吗 怎么了 因为我有一次是被他害死的 他跟你说对啊 对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因为他那一世做官嘛 然后他是贪官 贪官污吏 然后他害死很多人 那我就是其中一个被他害死的 结果呢 他连续九世 他都当猫 他还好是当可爱的猫 他连续九世 都是猫 当猫 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了 他就是在比干庙等我 哇 那等我告诉他这句话 所以他这一辈子结束之后 他就不用再当猫了 哇 老师 泥框走了 你可以继续 你可以继续泥框耶 到时候斜杠 斜杠 因为很多泥框之前小说写的东西 有些现在都实现了 对 不能说泥框是 都是可怀 我当晚也想跟大家分享量子纠缠 真的 那个都是很科学的 静人又叫量子了吗 我再找一个量子好了 没有 老师 猫什么色 其实当时我们在 他好像有一点咖啡色 黑色跟咖啡色 他算是家猫还是寺猫 寺里面的猫 就野猫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原本在排行程的时候啊 领队有建议说 因为附近有几个景点嘛 要不要顺便去 那时候文昌帝君就叫我去比干庙 他说有姻缘要了 那时候我还想说干嘛去比干庙 是 就那一次在那一边看到这只猫的时候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原来那一世就是我被他害死 所以呢 他已经 等你 九世都是猫了 最后一世了 然后只差剩下我这个姻缘要了 所以呢 我一到的时候 他就在叫了嘛 猫就在叫了 后来我们在旁边泡茶 他又过来 然后他跳过那个小花虫 过来的时候啊 我就讲了一句这个话 我就告诉他 到这一次你可以看宽放了 哇老师你在讲的时候 其他人也听的耶 对不对 没有我是 我没有讲出口 你没有讲出口 没有讲出口 但是你知道吗 他就看着我 他是看着我的眼睛 他是看着我 哭了 然后我告诉他 之后呢 听完了 他就转头 然后就跳走了 就不知道去哪了 啊我想我再也不会看到他了 还好不是他转头变成一缕青眼 那就是真的 吓到了 那个故事就等到农历七月再讲 其实人跟动物之间是有因缘的 有因缘的啊 而且是有灵的 你绝对不要不相信 野狗 不要这样子讲 好好好对 是有因缘的啊 是啊是啊 真的有因缘 所以我们看到路边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都不要去 确实 不要那个害他好不好 是你不是要不要说动物 嗯 树木都是 如果今天是那种百年的 好几百年的树 不能乱砍 不能乱讲话 好不能乱讲话 我上次不是有分享 我不能乱砍 我上次不是有分享 我我我我只是心里面想 我我没有乱讲 哦 我听到那个一和园吗 哦一和园 那很多那种百年 几百年的薄树啊 嗯嗯嗯 那有很多都有树柳啊 是 然后我走进去的时候 导游就在介绍嘛 树柳 我就看到其中有一棵特别密密麻麻都是树柳 吓死了 我心里动了一个念 你知道吗 我说 怎么那么恶心 心里面 我没有讲出来哦 吓死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发生什么事 隔天晚上开始 我从屁股开始长疹子 然后长到大腿好痒 我长好多疹子 天啊 就这样 然后隔两天刚好就要回台湾了嘛 然后就长好多疹子 那我回台湾之后就去庙里嘛 就是我要去庙的那一天晚上 回台湾那天晚上 我就做了一个梦 我就梦到那棵树 我就知道是我失眼了 你差点变灵芝宝宝 发现我失礼了 然后你知道 隔天不是就去庙了吗 你还没讲耶 这样也有错 我在心里面动了这个念 然后我还没开口哦 文昌帝君就跟我讲说我失礼 天啊 那如果说我心里想说这棵很值钱的 不知道会怎么办 我不知道 会不会被钱砸到 有可能 然后你知道后来帝君就开了三张符给我洗 其实我也没差药 洗一洗就好了 那还好是痒啊 不会说流浓什么的 就是长疹子 密密麻麻的疹子 那个形状你应该拍下 什么屁股呢 怎么可以拍 你应该拍下 是不是跟那棵树流的位置很像 真的 我就觉得这样的经验 所以起心动念有多重要 你知道了吗 对啊 人就是很重要 很重要就是说 但是起心动念 你要你要你要练到心心念念都是善 这也是很难的 是啊 上次我一个我一个朋友 他就是人家载他嘛 要去车市场买东西 然后车子就停在黄温市场旁边的一条 就大马路旁边的 就是好像有围里 那他下车的时候讲了一句说 你如果停在家叫他胎哥 他就说你如果停在家 马上哦 脚拐道 这一拐道三四个月呢 是胎哥那一句话 你现在叫他胎哥啊 他就是地很脏嘛 然后他下车的时候就 就摸摸了一句说 怎么停在这里这边这么脏 那可能惹到地基础 这辣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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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马上拐道脚 三四个月都没有好 哇我们这怎么办啊 怎样每天空气 阳光空气 花河水都惹不得 所以我这不是围言聪听 他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实时善念啊 然后呢 就是尽量不要随意 就去褒贬别人 就是诋毁 诋毁有形无形的众生 真的 无形的比较难捉摸 是啊 有形的你还看得到 对 无形的这个就是要 完全是靠你平日的训练了 你知道吗 是啊 真的要训练 这要训练对不对 我最近啊 有发现一个秘密 秘密来了 请注意 我自我训练 我们有直播 好 那个你们可以看 你有看过量 听过量子纠缠吗 有有有 是吧 但是我没看过 量子纠缠是这样 是什么 他其实后来我把他连在一起啊 他跟我们讲的意念 还有西方人讲的秘密 就是吸引立法则 其实他完全一样 为什么老 好待会回来 老师你为什么会接触什么量子纠缠了 为什么你会突然看了什么书 因为我认识一个老师嘛 那老师他也是我们就是经营管理的顾问 也是很top的顾问 那本身他研究佛学 他佛学造语也很好 那有一天他来上课的时候 然后就告诉我们量子纠缠 然后就传了一个影片给我 我看的时候很有启发 可能只有你有启发 我们看到这种影片就直接说 有人问老师还会去三清宫吗 三清宫就宜兰的三清宫 应该还会再去 老师常常去啊 其实我蛮喜欢那里的 我刚好前两天才想到那边而已 我就前两天才想到 我觉得说好久没有去梅花湖了 他在梅花湖那里 对啊对啊就在梅花湖旁边 那不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宜兰 宜兰对不对 然后一直 就是观光区耶 对不对 那要上去吗 我以前曾经在那边闭关啊 我很喜欢那里 我在那边在庙里 就是住了三天 那边有一个佛寺叫什么东河禅寺 是哦 很有名 对很好 对 就是可以打 可以有挂箱 就是有 可以挂单 对 我跟你讲 如果你弄懂了量子纠缠啊 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 静会随心转 我相信静会随心转 他给了你一则影片 对 讲量子纠缠 然后你看完了 我看完 然后又对照刚好 我前阵子又把那一本 当和尚遇见钻石 那本书重新拿出来 翻嘛 本来就有点体悟了啦 然后呢 很多交气管顾问的都会讲这本书 对 当和尚遇见钻石 他本来就是一个西藏的 对 喇妈嘛 对 然后他经商又成功嘛 然后他里面有用了很多 我怎么样去透过信念的转变 改变环境跟局势 嗯嗯嗯 接着又看了 没多久又看了量子纠缠嘛 就后来我 对近这几个月我用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情况哦 例如 秘密 前面去上厕所的赶快回来 老师有直播 老师什么什么样的秘密 那个秘密就是量子纠缠 哦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啊 不是只有我们三个人 哈哈哈哈 阿花出来 你这样子 亮子出来 阿花 到底是是是 到此为止啦 阿花你可以走了 其他的不是阿花 其他的是量子 哦 他就是有一种介质 就这个空气中 其实是充满了量子 哦 他是一种介质 介是介绍的介质量的质 嗯嗯 那因为他很小 那他充满了空间 所以我讲话你会听到 是因为透过这个介质听到了 这不是透过声波吗 音波嘛 音波他就是一个介质啊 哦 一个公车车 一个载具啦 对 那所以呢 意念也是一个量子 嗯 所以当你动了这个念 比如说你在骂某个人 嗯 然后就会传过去 你纠缠的对象 量子纠缠的对象 所以他那边就会受影响 哦 所以有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 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想到某个人的时候 嗯 好像不到几天 嗯 他就会打电话来 啊不然你就会看到他 真的 对不对 我最近就是说想到某些股票 啊 那股票就涨了 哈哈哈哈 真的 哈哈哈 过几天 过几天就涨了 没有就跌了 我最 我就是 这几个月来 哦 我就一直在 在试 在试着这件事 对 老师你是用人是不是 你知道吗 我就用心念 意念去调整 所以我不会让那些负面的想法放在心里 然后我也不会去想 哦 那纵使很不好 我也会尽量想好的一面 训练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我几乎没有找过车位了 我就是 人家说那个地方很塞 一定不可能有位置的 我只要开过去 我一定有位置 就是我开过去 人家就会刚好开走 我只能说福报真大 哈哈哈哈 屡事不爽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就觉得好奇怪 然后心里面在想 某一个人 哎 怎么最近都没有消息的时候 来了 他就打电话来 然后可能带来的又是好事 是是 好然后最近的这一件事 真的最有趣的 就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要从台北回高雄 但是因为 那个近人帮我订的高铁 是7点21的 是 可是我5点多就到台北火车站了 哦 但是因为那天是礼拜天 所以呢 我到的时候 我想说要换票 他有没有5点多的车 我就可以提早回来 不用再多等两个小时嘛 对不对 但是因为塞满了人嘛 然后他跟我讲没有位置 商务车厢也没有 满了 普通车厢也没有嘛 他说最快也要到6点31那一班的嘛 6点21还31那一班 那我也只好说好吧 那不然你帮我换这一班嘛 结果他正在作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他跟我讲说 哎 小姐 现在刚好有一个人退票了 好 那可以直接帮你排进去 就是那个5点51那一班 天啊 你的意念已经让一个人退票 我不明白 就上个礼拜天的事啊 你太惊讶了 就是我还在想 那没关系 那不然就做6点多了吧 嗯嗯 既然那小姐就告诉我说 小姐现在有一个人欠在退票 好 因为他从电脑会看到嘛 对 他说那我就直接帮你买5点51几的那 51嘛 好像51那一班 好耶 就这样 所以老师你应该把范围再往外扩大 是不是 那你也不要讲你想的那个路段是哪一个 不然大家都这样想 你又找不到这位 比念力 好 那后来我怎么训练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告诉我自己 我今天真的太幸运了 我怎么这么有福报 我觉得我好幸运 老师 这个那个美国5岁小女生每天起床对着镜子说 You are the best 很像耶 我就是 我就常常都会告诉我自己 我觉得我很幸运 嗯 所以纵使比如说碰到下雨啦 或是说碰到一些不太好的事啊 我也觉得说 诶我好幸运的 只有这样 诶老师那你跟那个皇后 磨进磨进 请你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真的 我觉得 有点类似 我觉得你把这些事连在一起 你不觉得其实是很有逻辑的吗 我觉得 我觉得想好事总比想坏事快乐吧 是是 对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许愿吧 所以很多人他会一直咀嚼不好的事 很多人他会一直反处 反处很多过去的事情 别人对他不好 或者是别人说了什么 他就会在心里面一直 一直去反处 觉得我又不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说我那样 我觉得不好的赶快忘掉 对 赶快到此为止了 对 你就赶快往好的想吧 不要再想不好的已经发生了 就发生了 不要再纠缠了 后来啊 你会不会发现有一些人啊 当他很不好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情况 或者是他可能要做某些决策 可是我们看到觉得可能不太好 我们是不是会告诉他说 提醒他 你不要这样哦 这样可能不太好 要技巧性的提醒 那有一些人 第一个他有可能不会听建议 对 那有一些人他纵使知道 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他做不到 对 就是听得懂 做不到 听得到做不到 懂了 可是那个时候 那是实际味道吗 他就会在他自己的 惯性思维里一直翻脚 那通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都会劝 劝对方 我说 如果你觉得你很不顺 如果觉得你不快乐 或者是你觉得你一直在打转 对 有一招最有效 什么意思 赶快做善事 刻意哦 比如说可能你去吃面 然后你看到他有一个 伊甸基金会的箱子 赶快丢下去 发票啦 零钱啦 你就赶快捐 你就刻意多做一点 那刻意也没关系 其实这是好的 对 刻意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去想你 你要多少回报 这样就好了 你就随手 对 随持 随地 养成这个习惯 你越不顺的时候 你越要做 真的 那就会帮助你 比较快能够容易转念 还有 离开那个情境 对 要不然我们常常会很容易 我们明明知道 但是我们就做不到 改变不了 对 所以啊 有方法的 有方法 可是就是你不做 什么方法也改不了 因为你不吃药嘛 对啊 你就会在里面一直打转嘛 一直纠结 一直打转 然后会不断不断 给自己各种情境 小剧场 但是我觉得最实用 就是车位 找到的这件事情 在台北市 也很需要 例如说 宁夏夜市 是没有车位的这件事情 我真的 你这个方法 我们记得了 已经好很多个月了 一开始我还觉得 只是偶然 后来 女士不爽的时候 可是老师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个是因为 你看了量子纠缠以后 想到的呢 这个跟你以前 常常讲说 你心里要想 想做好事 是存好心 其实是一样的啊 是啊 只是没有特别连在一起 一开始 就是要去客户那边 或是要去哪里的时候 有些路边 不太好停车的时候 你就奇怪 为什么这一次也有位置 然后夏威 也有位置 然后有时候 纵使现在没有位置 你回过头来的时候 那个位置就出现了 或者是我刚好 开过去的时候 他就直接开走 你就直接停进 他的位置 是 老师我们以后要搭你的车 搭我的车 很容易有位置 我们要到逢假夜市 是啊 OK 好等一下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来真快 老师要分享一个故事 分享一个 对啊 所以其实老师 你看了那个影片 你说量子纠缠中间 你说我们这中间 充斥很多例子 对 其实它是充实的 对 那你怎么会 什么是量子纠缠 就是说当你想这个东西 它会反射吗 对 它就会有能量出来 传递 对 那能量会透过量子 然后传递到对方 或者是人事物 所以啊 这次 尤其是这种新闻 特多 就是说 他本来不想买那张呱呱乐 他抬头就看到 不然就是菩萨在跟他笑 不然就是财神爷 在跟他打招呼 挡都挡不住 不买都不行的 就 一个中一千万的 就是他看到 买两千块 乖乖的看到菩萨在跟他笑 他就决定去买了 不然就是财神爷 所以其实有时候 他们可能出去 他刚好发这个频率对道了 是 但是我也要分享一个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是 比如说是因为几率来的 钱财 一定要 做善事 一定要做一点布施 因为有一句话讲 他说天遇获之 必先福之 就是说 福获相矣 对 福获相矣 如果今天有 就是短暂的钱财来的时候 不要太开心 因为有时候我们福德不够赞不住 福德不够会撑不起来 对要捐啊 要捐 对要捐 一定要捐 千万不要全部都 都那个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把这个善看得太大了 对啦 好 小小的就可以了 所以物因 善小而不为 物因小而为之 但是福报跟功德倒是两件事 福报我们平常多基福是对的 功德跟福报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我们平常做善事那个叫基福报 可是功德又是更 功德是要修 要修啊 这个 阿花 阿花你在哪里 阿花出来 阿花出来 阿花 还是你 你没有把量子叫出来 阿花出来一下 最后一段了 最后一段了 好快 我时间都好快 阿花 好啦 好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阿花 不是 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是阿花 阿花 每次来就是会给大家很多 新的视野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被困在自己 你看得到的东西就是这么浅 但是你有时候你的话会让人家有很有感触 我们已经到了喜马拉雅山了 对 真的 真的有时候你要往下看一下 对啦 就不要纠结在眼前 分享了 我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最近有来 就是丰友有来庙里寝室寺寝 圣华指挥堂 心管吗 对 对 来心庙 对 好来心庙寝寺寺寝 那他陷入一种纠结 就是说因为他本身也是高阶经理人 是 后来离开前公司嘛 离开的过程之后 他其实他自认一切都做得很坦荡 也交接的很OK 可是离开之后却被 却被那个老板 旧老板告 还有 对 那所以他心里有一点不平衡 正在诉讼当中 那律师是说不见得会有事 是 可是他心里面会很不平 因为他在那边待那么多年 尽心尽力 没功劳 也辅佐少主 所以他觉得他也有很多的功劳 对啊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后来我在帮他请示的时候 看到一个画面 在帮他请示发现 就是他确实是 是业力献钱 可是他的业力献钱 是他的前老板 就现在正在告他的这个董事长 所以他们之间有冤亲在主啦 他们之间有姻缘 那他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感应的时候呢 他直接那个诗写出来 就说他是公亲王府的执事 公亲王府好像是清朝 对不对 异性耶 对啊 他是里面的人 但他做事呢 有条理分明 然后呢 不讲诗情 而且子高气昂 因为他是公亲王府的人啊 而且不给颜面 他一丝不苟不给颜面 那当我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 其实他承认 他说他 他在公司做事情的时候 他也是像这样 是很惊讶对不对 对啊 那后面呢 那为什么会跟他 董事长有关呢 有有有 结果那一次他不是直视吗 是啊 结果那时候董事长是 透过 透过人家要来请托事情 走后门要来拜托事情 对 结果呢 因为他没有给他好的脸面 没有变通 也不台阶 不假磁色 对 所以呢 他心里面含了一种怨气嘛 这么 因为对方 对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只是说 他是里面的直视嘛 所以透过他想要有一些 那个疏通嘛 老师 这个有直接伤害吗 顶多就是不 不华民主啊 对 好 这一辈子时间到了嘛 他是去他们公司 然后本来也受重用啊 受重用啊 对 然后后来就是 一二代的传承的过程当中 老陈 董事长莫名的觉得他 阻碍了他们的沟通 好大哦 好 然后后来他不是离死吗 他就觉得他逮不下去了 他离死嘛 离死之后董事长就告他 所以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董事长要告他 可是董事长心里面存在一个无名 就是上辈子认为他 不讲情面 然后没有帮助他 老师那这个应该可以化解吧 这是可以化解的 所以这个 因为这两个都是阳士的嘛 他并不是说因为冤亲在主来 需要度化嘛 这感觉是一个公关处理 公关处理不好 对 但是你会觉得有趣的是说 他上辈子 不假实色 对 不给颜面 公正不合 公正不合 这一辈子他也很有能力 他才能也很好 因为在感应的时候我也告诉他 我说其实你的能力很好 他说对 其实对 他待过的公司 对他都是称赞的 是 可是因为他做事情没有变通 所以他的人和的部分 对 比较弱 可是这个是可以 我觉得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无法解 所以你就看哦 有一些人 他纵使 位高权重 可是到最后 为什么会失去民心 其实跟个性没有弹性 不够包容有关啊 可是他们会觉得 我这样做事都没有错啊 我一丝不苟啊 而且 我有条不问啊 那这样子有什么错 可是有时候就是 失掉了人情的弹性这一块 没有变通 情理法的情 还是要顾着 后来这一个先生 他就自己也有承认 他说讲得很准 他说其实我自己回想 我真的个性是这样 而且那时候我还告诉他 我说你跟你老板的因果啊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作用的 他说对 他也觉得好像在那一段 我就说那你在几岁的时候 之后因着你这个个性 其实你就开始没有那么顺了 他就说对 哇那就是说 其实是到这个时候反应 对 作用了 他不是现在才 对不对 现在才这样 而是说因为他的个性 对对对对 在同侪之间 可能就已经失去人和 因为他比较没有变通嘛 对 那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摇耳朵的 就是一些声音耳语 就传到了董事长的耳里嘛 然后再加上董事长 跟他之间有一个前世的无名嘛 加成作用 所以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 那可不可以化解呢 可以化解 杨氏的因果可以化解 怎么化解呢 就是不要再气他了 可是是他气他 我可以不要再气他了 但是他自己也不平啊 他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告我啊 我先放下 对自己先放下 好去理解对方的无名 接下来呢 就是如果真的蛮严重的 可以请帝君作主 去消解两个人之间的因果啦 那还有一种很好的做法 就是如果有去做点善事的话 就默念说 这一个善事如果有一点福报的话 我就回向给某某人 更直接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那个 功德 应该是说 把这个福德 福报 回向给某某人 这样子消解彼此之间的因果比较快 以德报怨啊 是这样子吗 以德报怨啊 那老师有风有问说 如果他现在在待业中 待业中 对 他应该要做哪一些 比较能够帮助他就业的呢 善事呢 应该是 拜拜啦 或什么样的 就是不刻意 可能他待业蛮久的 应该是三个方向 三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 重新去思考自己能做什么 想做跟能做 他有落差 想做跟能做的交集 那一个 你去做 最大交集 你目前你又能做 你先去做 那第二个 当然去你 平常有信仰的地方 假设你有拜行天公 那你就去行天公 请神明帮你的忙 如果他没有信仰 要怎么做呢 如果没有信仰的话 那还是回到那一个 就是基辅报 但是你有可能 因为长期没有工作 或许 或许你的 或许能做善事的 你会觉得说 好像比较没有资粮 可以做善事 其实不是这样的 布施有很多种 布施有很多种 你去体力布施 劳动布施 都是 或者是你 你透过多说好话 然后去鼓励别人 或者是称赞别人 这也是在基辅报 有时候是这样 穷人家的一百块的 福报 不会比有钱人的 一百万少 所以我们虽然 虽然可能量 力量很微薄 对 哪怕我一个月 只有捐一百块 也没有关系 是 但是重点是要次数 你按赞分享 也是一个 对对对 你把那个 仁来风的节目 多分享 按赞分享 对 因为我们是三知识 就是举手之劳 好不好 点时成精 因为他一直在想说 他可能 某些人就是越急 他在待业中 可能就是投了很多履历 可能都没有回应 或者不好 他就会很急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一定要做 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去想说 我自己为什么会那么背 会那么低沉 会那么倒霉 然后一直找不到工作 不要再想了 从今天开始 设定一个新的想法 告诉自己 我很快就会找到 适合我的工作 真的 真的 阿华 就像你找到车位了 找到车位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拜拜 上华词汇堂预约 OK 谢谢 拜拜 谢谢老师 对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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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